自科师以来已经过去了5000万年 这是小型动物发展的时期 包括小型哺乳动物 它们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加 直到中西市时期成为动物的主要群体 由于气候变化 它们的种类大大增加 地球继续改变其外观 因为各大陆继续向现在的位置漂移 非洲 阿拉伯半岛和印度 在这一时期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首先 出现了全球降温 降低了大气层吸收水分的能力 其气候后果是越来越干旱 地球逐渐经历了一个普遍的温度上升 比目前的温度高出5摄氏度 这种现象被称为中西市气候最佳状态 非洲一分为二 使该大陆的动物群落与其他许多动物 都承受着自然灾难的后果 大裂谷断层开始形成 在这个断层的西部 出现了一条数百公里长的山脉 它阻止了来自印度洋的湿润气流通过 因此雨水无法到达大陆的内部 上中西市时期 由于降雨量越来越少 导致整个地区的热带雨林减少 这也导致了森林的大幅减少 这些新的气候和地形条件 将极大的影响生态系统 从而影响西侧的生命 该地区的动物群被分为两种 一种是居住在大草原的动物 另一种是居住在森林的动物 其条件和适应性策略完全不同 那些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人 失去了他们发展的数期环境 这些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方便的食物 这增加了生活压力 与动物一样 植物也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 尽管一些物种消失了 但在中西市存在的大部分动物和植物 今天仍然存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约一千万年前 一种奇怪的哺乳动物 我们将称之为共同的祖先 它生活在树上 开始以简单的方式和短途旅行的方式下到地面 以探索一个新的领域 经过数百万年 这将标志着一个逐步演变的开始 我们的历史是于700万到600万年前的前奥斯特罗普特克人 这是我们家族树上的第一个人 类物种 大约高度150厘米 大约重量70公斤 年代中心市 可能的栖息地沼泽地 在哪里发现的 乍得非洲 发现年份2001年 你好 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Sahel Anthropos Chaudensis 这个名字来源于Sahel 也就是我被发现的地区 以及来源于Anthropo 也就是希腊语的人 我的名字是Tumay 或者至少我的发现者是这样称呼我的 在我被发现的萨赫勒地区的卡鲁里语中 Tumay意味着生命的希望 因为这是对在汉籍出生的孩子的称呼 我大约有600到700万年的历史 为了获得更多信息 我将告诉你 我属于麦西尼亚或麦西尼亚时期 这指的是中西式时代的最后一个时代 涵盖了724.6万年和5003320亿年之间的时期 我的头颅体积约为300立方厘米 与今天的黑猩猩非常相似 我的身高为1米20 体重约为70公斤 我是一个已经灭绝的人类物种 我的化石遗骸是在猪拉布沙漠发现的 同时发现的 还有属于我这个物种的6个成员的9个颅骨和后颅骨遗骸 由于我的头骨相对于身体的位置 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有一个直立的姿势 这是因为我的真骨口 也就是我的锥体插入头骨下部的地方 700万年前 在中心市我生活的地区的地理特征与现在不一样 我住在古湖Megachat附近 那里有森林 河流和树木茂盛的大草原 在我周围的动物群中 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脊椎动物化石 包括大象 长颈鹿 羚羊 河马 鳄鱼 蜥蜴 猴子 鱼和野猪 我吃水果 种子和树根 并以小动物作为饮食的补充 因为根据我的牙齿形态 我不能吃很硬的食物 因为我的牙齿很小 在发现我的骨头的地方 没有发现与我的存在有关的物品或工具 这意味着没有文化财产的证据 尽管我有可能使用与现代黑猩猩类似的非常简单的工具 如石头或未经修改的木棒和其他植物材料 我是一个两族类人的事实表明 我可以在行走时腾出手臂和手来作为补助工具使用 没有文化属性的证据 但我的物种可能使用简单的工具 类似于现代黑猩猩使用的工具 包 或未经修改的石头或棍子 以及其他操作非常简单的植物材料 大约高度140厘米 大约重量50公斤 时代 麦西尼亚 中心是晚期可能的栖息地 干燥的长绿森林场地 Ceboit Kesame Captibarek Aragai 肯尼亚 非洲发现年份 2001 你好 一块属于6个人的碎片 不知道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 知道的是 其中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 因为其牙齿的大小 此外 在发现的一个鼓鼓碎片上 有两个可能与大型食肉动物的全齿产生的痕迹相对应 这意味着我的一个组员可能已经被一只大猫猎杀并吃掉了 我的发现者认为我属于人类的家骨 并声称我与傲人鼠不同 因此 我被认为是傲人鼠动物的直接祖先 因此 也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我身高约为1米40 我的大脑大小不详 因为头骨中没有测量颅骨容量的材料 但据估计 它在320至380立方厘米之间 随部和脑部相接的空腔是椭圆形的 不像圆类那样是圆形的 为此 人们认为我是双足的 同样 公骨和骨骨的长度和形状 以及与骨盆的衔接 都证明我是两族动物 尽管我保留了爬树的能力 我的牙齿很小 有小的全齿和相当大的旧齿 与人类非常相似 表明我有一个富含蛋白质的杂实性饮食 我的饮食以水果为主 可能还有蚂蚁和其他昆虫 我住在一个有很多数的开放森林里 没有特定文化属性的证据 然而 我可能使用了类似于现代黑猩猩使用的简单工具 如树枝 棍子 和其他容易操作的植物材料 以及未经改造的石头 你好 我是R的Pithecus Kdeba 我的名字起源于Ephraer语言 这是发现我的地方的当地语言 所以R的意思是土壤 再加上源自希腊的单词Pithecus 意思是猿猴 Kdeba意思是最古老的祖先 一起构成了我的全名 我的年龄大约为580万至520万年 这相当于中心市时期 更确切地说 是中心市晚期的梅西尼亚 我的物种灭绝了 1997年至2000年期间 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 发现了属于我的物种的五个成员的样本 包括牙齿、下巴、手、脚趾、手臂、锁骨、牙齿和下巴 后来在2002年 在中阿瓦市的阿萨科马地区 发现了6颗牙齿 由于它们的特殊性 研究人员认为我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物种 而不是像最初认为的那样 属于R的Pithecus remitis的一个亚种 因此 我是黑猩猩像R的Pithecus remitis Australopithecus的后期物种 和智人属的第一个物种 过渡中的一个环节 我的大脑与今天的黑猩猩的大脑大致相同 黑猩猩的颅骨容量为320至480立方厘米 就我的形状和尺寸而言 根据我的化石遗迹 我也类似于现代黑猩猩 在直立状态下 成年人的身高在1.5至1.7米之间 野外的雄性体重在34至70公斤之间 而雌性体重在26至50公斤之间 我的脚趾的骨骼结构表明 我可能是两族动物 我的旧齿比黑猩猩的大 然而 我的下犬齿和上前旧齿与人的相似 我的大后旧齿和较窄的门牙表明 除了水果和树叶之外 我的饮食中还存在其他纤维性食物 如坚果 我生活的地方有森林和草原 有湖泊 沼泽和泉水 没有特定文化属性的证据 然而 我可能使用了类似于现代黑猩猩使用的简单工具 如树枝 棍子 和其他易于操作的植物材料 以及未经改造的石头 你好 我是Ardipithecus ramidus Ardi是指土壤 Pithecus在希腊语中是指猿猴 而Ramid是埃塞俄比亚 发现我的地方的阿姆哈拉语中的瓷根 但我更愿意被称为阿尔迪 我的年龄是440万年 相当于上新式时期 从533万年前开始 到259万年前结束 更准确地说 是藏克利亚时期 在这一时期 全球平均温度可能比今天高三摄氏度左右 这是一个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包括植物学和动物学 因为植物和动物开始在各个地区定居 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 在此期间 水体的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中一个例子是地中海盆地再次被来自大西洋的水填满 从而结束了所谓的麦西尼亚岩危机 在进化树上 我被置于人科 人属亚科 与萨赫兰特人和图根人处于同一位置 然而我最接近的祖先是卡达巴人 R.P.P.C.C.D.A.B.A. 据推测 我的物种是澳洲人的直接祖先 这一假设将我作为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最后的共同亲属 我的物种灭绝了 由于化石的位置 研究人员认为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市河谷地区 但在肯尼亚也发现了化石 这可能属于我的其他物种成员 在1992至1993年 发现了一些上河谷 后来在2005年 据说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埃斯德玛 发现了至少9个人的遗骸 后来在2009年 在阿法尔山谷发现了新的化石遗骑 在那里发现了至少36名人类同胞的235具遗骸 在发现我的几乎完整的骨架后 关于我的物种的许多疑点得到了解决 比如 我的骨盆上部的形状表明 我是两族动物 我是用植被行走的 但大脚趾 也叫手和脚的对生指 是向内偏移的 这表明我一定是用脚的外侧行走 因此我不能走远路 这方面的另一个事实是 我的脚弓并不明显 这也表明我很难直立行走很远的距离 此外 我的头盖骨位置表明有一定程度的双足性 因为我的头盖骨底部 体积较小 正好位于脊柱上方 而我的骨盆 骨骨和颈骨表明是双足性的 我的体质比例与黑猩猩或现代人的体质大不相同 这意味着这些差异是在两个物种分离后产生的 我的大脑大小约为350立方厘米 类似于黑猩猩的大脑 我身高约1.20厘米 体重约50公斤 就我的牙齿而言 我与现代猩猩猩有相似之处 但也有一些特征显示出与人类的关系 与我的其他牙齿相比 我的旧齿的尺寸相对较大 我的发廊质的厚度小于澳洲人 但大于黑猩猩的厚度 我的前旧齿的排列方式与人类的相似 除其他特征外 这些都表明我主要以蔬菜为食 尽管我也能吃脊椎动物和小昆虫 所以我的饮食比黑猩猩更杂 有可能我还吃了水果 坚果 鸡蛋 和小型哺乳动物 当我生活在400万年前的时候 阿拉米斯是一片茂盛的丛林 河流和小溪在其中流淌 很像一个非常潮湿的森林 但没有下雨 动物群包括大象 羚羊 长颈鹿 剑齿长颈鹿等动物 一些类型的猴子和几种鸟类 没有特定文化属性的证据 然而 他们可能使用了类似于 现代黑猩猩使用的简单工具 如树枝 棍子 和其他易于操作的植物材料 以及未经改造的石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